早上好各位 所以我是Kent 我是代表吴康大学的 所以现在我就先分享我的PPT 如果你将来过来西班牙学习的时候 你将会收获的东西是什么 好 现在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关于西班牙 所以西班牙它是一个世界领先的 一个水资源管理和海洋水倒化技术 然后它也是一个在世界领先的 一个工业车辆的生产 跟电动汽车相关的技术 而且西班牙也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 和活力的国家之一 然后它在全球生育最佳的排名里面 它是排在第12位 它是领先于英国 德国和法国 这里面参数的包括了生活质量 发展水平 还有机构质量等等 而且西班牙呢 它是有很丰富的文化和历史 西班牙也是世界上第二大旅游国家 然后我们看西班牙的天气的话 它一年里面有多达350个晴天 所以你们可以在西班牙读书的时候 你们也可以自由的在西班牙 和省根国家内轻松旅行 所谓的省根国家里面就包括了 比如说法国 德国 意大利 荷兰 比利时兵岛等等的一些国家 就是你的学生签证就可以去到 很轻松的去到这些国家 而不用再申请其他的签证 至于我们看一下它的平均的 每一年的学费的话 西班牙的学费是 比大多数热门的留学目的地的话 是来得低很多 西班牙的生活成本也是比美国低了 差不多20%所以我们看它的西班牙的成本指数的话 西班牙还是比起相对于比起澳洲 纽西兰 英国 美国 加拿大都来得低很多 而且你学生签证的话 你的学生签证你每一周 你可以在西班牙工作20个小时 然后你毕业之后 你也可以申请一个额外的一个签证 就是有12个月的有效期让你去寻找工作 所以如果到时候你毕业了之后 你拿到了这个12个月的找工作的一个签证 你找到工作了之后 你就可以直接把你的签证换成一个工作签 西班牙的语言也是 在世界上超过5亿个人使用西班牙语 全球仅次于中文 而且它也是美国第二大常用的语言 然后西班牙语也是22个国家的官方语言 然后我们这里看一下就是西班牙的一个地图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马德里亚 巴萨罗那 但是我们今天要说的是关于莫西亚 这个地方它是它的地理环境的话 是在西班牙是位于澳洲的西部 所以墨西亚也是西班牙的第七大城市之一 然后我们的武康大学就坐落在墨西亚 所以现在我们就看一下武康大学 武康大学它成立于1996年 然后它是全称是西班牙 圣安多尼奥公教大学 所以简称为武康 它是一所西班牙的综合性私立大学 有大概21000名学生 然后它提供了从本科到博士各个领域的一些科系 然后我们的武康大学的科系也有英语教程 也有西班牙教程的 然后我们的学校也提供了很多很个性化的一个提供这种服务 为每个学生配置了个人的导师 这个是我们的一些数据 就是2022年今年的比较有效的一个数据 我们学校现在有21000名的学生 其中就包括了11850名的本科生 3160个硕士生和540个博士生 然后我们其中里面有10%是国际学生 包括来自美洲、亚洲、非洲和欧洲的一些国际学生 然后我们也有跟很多 我们有跟450个国际大学学术有合作关系 然后我们学校也有是唯一一个有赞助运动团体的 我们也赞助了14个运动的团体 在排名方面呢 在排名方面呢 我们在泰晤士高等教育年轻大学排名 我们排在前400 而且我们在澳洲大学教学质量排在前10 而且我们在QS全球大学新级评定中 我们的教学、国际化和包容性这三项上获得了五星的满分 武康大学也被称为一个体育大学 所以运动其实是武康其中一个基因 我们连续六年在西班牙大学锦标赛获得冠军 而且我们武康大学也有很多奥运会的奖牌获得者 然后武康大学也是欧洲唯一一个拥有在国家顶级连赛 拥有球队的一个大学 现在我们看他的学院的位置 武康大学墨西亚校区就自律于建立一个由学生教师和其他成员构成的 充满一个活力的大学社区 所以他的校园位于热罗尼斯修道院 学校占地大概是22万5000平方米 包括了有花园停车场运动设施宿舍营聚权 然后我们的学校也是拥有很多比较特殊位置 就兼顾的一所大学具备的一些比如安静铭河与交通的便捷 它距离墨西亚核心城区仅4公里 然后而且在武康大学厦门外的极民远处就有一家超市 所以很方便 那我们看一下武康大学的基础设施 这个是一个高科技的一个创业的腐化基地 以创业和研究为基石 就专注于健康运动和食品领域方面发展 所以去提高武康大学这个学研的转化能力 促进这个研究方向就向商业世界的转化 这些是我们其他的一些基础设施 提供于一些比如说我们的医学类的 或者是其他的 比如我们有一些做软件之类的工程实验室 我们也有一些绘画室 理疗室等 这些是我们另外的一些基础设施 给予牙医科的 或者是实验室之类的 建筑系的也有 所以武康大学是以人为本的 一个是他的核心办学理念 所以武康大学严格限制课堂的规模 并根据学生需求对其提供个性化的一个教育 并且为每一个学生配置了导师 所以武康大学他注重让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 关注人际关系的发展 而且我们也是比较提倡在实践中去学习 所以我们会有很多实践课实习研究的机会 所以这些是一些我们有合作的领域 或者是专业领域的一些公司 你们可以提供给学生去实习 其中包括可能一些可口可乐 达能桑塔德之类的这些企业 提供给学生一些选择 至于开放和全球性的话 我们可以提供给学生一些选择 我们现在有跟全球超过四百五十所大学做交换项目 比如说有四堂福大学 南洋理工大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等 所以这些大学 我们就提供了一些交换项目提供给学生 现在我们看一下武康大学有提供的一些学系 这里是你可以看到这里是他的本科学位的一些学系之类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是说他的入学时间是十月 所以我们通常招生的话 我们会说你们要提前大概三到四个月 你们就要开始申请 然后我们有英语授课的本科学位 我们也有西班牙语的本科学位提供给你们 英语授课的本科学位呢 包括了有商业管理 牙医学 体育科学 和心理学 如果你们是选择要就读报读西班牙语的本科学位的话 你们就要先读一年的西班牙语先修课程 然后当你们拿到你们的最低程度的一个B2的一个程度的西班牙语了之后 你们才可以开始你们报读你们西班牙的本科学位 然后我们也有一些线上的网课的 我们有提供网课 包括了英语授课方面的话 我们有酒店管理硕士学位 然后创新旅游凌消 国际关系硕士等 西班牙语的话 我们有一些本科学位的课程跟硕士学位的课程 就是这些的话是可以远程教书的 武康大学也有我们也有提供一些语言教程的一些课程 比如说西班牙语、英语、德语、法语、葡萄牙语、意大利语、韩语、俄语 也包括了首语 然后其实在我们的硕士跟我们的本科学位里面 在英语授课课程里 其实已经有横跨 有包括了他的西班牙语的教程 学士学位的话其实在你们的整个授课过程中已经有100个小时 牙医科的话 它是有提供了300个小时的一个学习 就是西班牙语的学习 就是你要在第三年 你的牙医科第三年之前 三年级之前 你要达到一个B2的一个程度 因为你第三年开始 你们就要开始做实习 所以你们要跟当地的人一些交流 所以西班牙语是一个必学的一个课程 至于还有其他的就是我们的硕士学位 在工程管理和酒店管理方面 我们也有提供了50个小时的一个西班牙语的教程 武康大学也有很多博士课程提供给那些想要做读博士的 其中包括了计算机科技 健康科学类的 或者是社会科学类的 跟运动科学类的 所以这些也是你们可以提供给那些想要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去就读 至于我们看一下它的入学条件 学术方面的话 在本科学士学位的话 我们是需要它高三考试至少有65分以上 如果是说牙科跟医药科的话 我们需要它有75分以上 然后其中要包括了有数学生物和化学 至于硕士学位方面 我们需要它成绩平均的基点成绩大概是3.0以上 当然我们的入学的条件也是比较灵活的 就是我们也会看他的履历表 就是他的简历去判断说他入学的一些 如果他的成绩平均点没有到3.0的话 我们也是可以看他的工作经验 然后他的履历表之类的去分析了之后 也可以提供他们这些去入学 至于我们的高性能运动 这一方面的硕士学位的话 我们是需要学生至少他的本科学位的话 是就读过体育科学的 因为只有这种相关的科目 然后他们在读他们硕士的时候 他们才会比较了解 然后我们的博士学位 至少他的硕士学位需要80分以上 然后博士学位的话 他的竞争力就比较大 所以他有一个单独自己的一个录取的一个机制 然后我们现在看就是说他的入学条件就在语言语文方面的话 英语的话 如果是英语授课的课程 他需要V2的V2级或同等的水平 V2级的同等水平就是说 他需要至少雅诗5.5到6 然后他的单向 他的单向就是听读写说里面 其中一项不能低于5.5分 托福的话是大概是72到94分 如果他是拿多灵国的话 多灵狗 他至少要90分以上 但是如果学生他在他的高中 或者是他的本科 他学校的一个教学的语言是英文的话 那我们需要他出示一份文件证明说 他在学校的教学语言是英文的 那我们的这个英文的入学条件 他就不用去做亚斯陀夫的这些考试 至于西班牙语的受课的那些课程的话 他需要有一个西班牙语的水平证书 德雷的考试他要拿到一个B2级 如果他没有的话 那就是说他必须要学习西班牙语先修课程 他修至B2级 这个先修课程的话他是一年 然后他的最低入学的条件 因为这个西班牙语的话 他也是用英语教程的 所以我们就是说他最低英语的要求水平 最好是A2 就是说他至少要明白了解 明白基本的一个英语 因为因为他们在学校的那个签证面试 或者前往西班牙的时候 他们也是需要用到的 然后我们看一下他整个入学的一个入学程序 所以他分成几个部分 当然第一个部分我们就先要先收集他们学生的相关文件 所以你们所要准备的文件里面呢 就是包括了护照的复印件 如果你们是申请的是本科的 那你们就是需要我们需要学生的成绩报告单 就是他的我们需要他三年的成绩报告单 就是他的高中一高中二高中三的成绩报告单和他的文凭证书 如果是申请硕士学位的话 那我们需要他本科的成绩报告单跟他的文凭证书 然后语言能力的认证就是亚斯托弗 或者是如果他的学校能出示这些教学信函的话 我们也是接受的 然后他要给我们一个目的声明或者一个动机性 就是他们要报读的这些课程 然后为什么他们要报读这些课程 然后他要给我们一个个人简历 然后如果他是要报读我们的运动科学系的话 那他需要去做一个医疗检查 然后把这个医疗检查的报告给予我们 然后过后我们拿到这些资料了之后呢 我们就去第二个部分 然后他就我们就会跟他做一个面试 这个面试的过程呢 就是我们要从中去了解学生 为什么要报读这些课程 然后如果学生有任何问题 关于去西班牙读书来武康大学读书 我们也会一一为他们解答 然后第二个部分完成了之后呢 我们就会去第三个部分 就是他们需要去网上去注册 就是注册登记 就是他们要报读的这些课程 跟他们的个人资料 然后他们需要给一个120的欧元 所以当他们已经登记完成了之后呢 我们就会给他一个录取信 然后这个录取信呢 他们拿到了之后呢 他们就要把学费 可能他们可以把一年的学费给他缴清 他们也可以最少他们需要给1000块的欧元 因为我们的所有的课程 他都是有限人数的 所以这个也是所谓的一个定金 然后完成了这些之后呢 我们去第五个部分呢 就是他的所有的学生的成绩报告单啊文凭之类的 他要拿去合法化 然后他过后我们就可以 他们就可以做他的签证的申请 当他完成这一个部分拿到他的签证 然后他飞去西班牙 墨西亚武康大学之后 他就要把这些合法化的文件就提交给我们 然后他就可以开始他在武康大学的生活 现在我们看就是说他奖学金方面的话 我们是有提供一些奖学金 但是我们的奖学金呢 我们也会看他们的学术成就 他的总平均不能低于满分的85 然后我们也会看他的家庭背景 就是他家庭的收入 然后他也需要通过一个面试 奖学金通常都是会给第一年的学费的 5%到15之间 然后如果申请奖学金 你拿到这个奖学金的话 学生必须在学期间 每周在武康大学就实习最少就25个小时 然后你们在墨西亚生活的话 你们大致上每一个月的生活成本 包括你们的租金 你们的饮食住 我们就说一个月的话 你最少需要准备600欧元 其中你看他的租金的一个方面的话 我们看的是一个房间 就是你租用一个房间的话 大致上他房间的租金 大致是在200到300之间 如果你们是要租比较大的一个单位之类的话 可能就要 他的租金要可以去到500到600 有一些可能到1000 但是我们看的话 这个是最低的一个生活成本的话 你每一个月最少需要600欧元 然后这里我们看一下他学校的 我们那是学院的分布 在西班牙的话 我们有三个校区 主要校区在墨西亚 然后我们也有另外两个校区 在马德里跟卡塔赫纳 然后其他的在迪拜跟在印尼 这两个是语文的一个学校 然后我们也有很多国际的办事处 其中我武康大学 我现在我位于的地方是就是在马来西亚 然后这里是一些武康大学的学生 就是我们的一些他的分享出来的一些在武康大学的一些经验见证 这一个他的他的名字叫红宝 他是一个台湾的一个学生 他现在在我们武康大学就读体育科学的 所以他在那里的生活 他就有分享在他的IG 你们也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也可以如果你没有任何问题 你们也可以加他IG了之后跟他聊 然后他也有分享了一下他在武康大学的一些经验 然后他为什么会选择武康大学 然后他在武康大学收获了什么 所以他也有说武康大学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环境 然后教授也是很友善 然后对教学是充满了热情之类的 然后武康大学他也说很多国际学生 然后你也可以学习到很多不同种类的语言跟文化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准备的一个PPT 就是有关于武康大学的 所以如果你们现在有任何的问题 如果想要咨询想要问我们的话 你们现在可以让我们知道 然后我们可以一一帮你们解答 西班牙比较好发展的科系是什么 我刚刚还没决定要读什么 武康大学我们是比较我们出名的科系 我们就是出名体育类的一个科系 所以武康大学也是被称作一个体育大学 然后我们也是有跟很多运动品牌 或者是俱乐部有一些合作 所以他在对于这一方面的话 他的出入在武康大学我们会说是很大 然后牙医科系需要就读几年 实习是第几年开始 牙医的话他整个就读的话 是五年的一个本科学 然后实习的话会在第三年就开始 第三年就开始要实习 所以他的西班牙语的话 他必须要在第一跟第二年里面 就要掌握到一个B2级的一个水平 那在西班牙读牙科的学生多吗 西班牙读牙科的学生很多 就是今年的话我们墨西亚校区的牙医科 已经满了人数已经满了 所以他很容易很容易额满吗 对很容易额满 所以需要尽早的去申请 所以今年的话我们现在就是最近刚刚拿到的消息 就是说墨西尔大学的牙医科已经满源了 就是如果我们要再申请的话 可能他们就必须要去 我们还有一些位置在卡塔赫纳的校园 所以还是有机会可以申请的 好 商科硕士学位亚识入学条件是几分 硕士的话我们就是看亚识的话 我们会看他的亚识评分的话 在5.5到6之间都可以 就不能低于5.5 硕士的话他就是只有一年只用一年的时间 所以硕士的话 刚才的PPT可能他有一点问题 他跳过他的硕士的一个 一个那个橱窗的 所以你们看不到 硕士的话基本上我们是有比较多英语受课的 那些课程会比较多 比较多种类 然后你们要读那种MBA 或者是说你们要读那种体育机构管理 是酒店管理 国际关系 这些我们都有 然后我们也有几个课程是可以远程教 就是你们可以在在在台湾直接报读的 好好的 对对对 那硕士读完也是也可以拿一年的工签 对也是可以拿一年的工签 但是那个一年的工签 你们必须要给学生知道清楚的一点 就是说他那一年的工签 他是不允许工作的 只允许你在那一年里面去找工作 你找到工作了之后 那个学生找到的工作的公司 就是要帮他们申请工作签证 那一年找工作可以打工吗 那个一年找工作就不可以打工 完全不能就对了 就不可以了 就不可以 然后如果你欧洲去的话 大致上都一样 如果你在那里待满五年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申请他们的居留证之类的 目前有多少个台湾学生 我们没有统计说有多少个台湾学生 但是大致上学校的话 武康大学有大概两千多名的国际学生 可能其中台湾的学生应该有几十位吧 之后如果大家还有问题的话 都可以用LINE跟我们联系 那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到这边